音樂響起舞台上舞者進歌 熱舞賣力彩排 但奇怪唱歌的 怎麼不是主角羅志祥 原來小豬久違的演出 即將在晚上的 花蓮跨年晚會登場 更是他沉寂好久 首次登上大型舞台表演 所以直到壓軸才會驚喜現身 羅志祥獨家現唱 懸在自己家鄉 也讓花蓮太平洋觀光 跨年演唱會被稱為全台最強 而且羅志祥的演出 從原本晚上八點 改為倒數結束後 十二點零五分開始 壓軸登場更讓粉絲期待 愛玩的路 別怪你自己 我是小專輯 他是我的偶像 羅志祥 加油 很久沒看到本人 很久 很久 快點回來 粉絲早在跨年晚會 開始前就到場卡位 從外縣市來到花蓮 都是為了力挺羅志祥 也一睹亞洲舞王的現場魅力 不過也有網友 在小豬的臉書留言 說他是在中國待不下去 才肯回來台灣 羅志祥跟霸氣回覆 要網友上網看 他回花蓮表演幾次了 留言被上千名網友 按讚支持 羅志祥演藝事業一度停擺 全在跨年演出 恐怕就是希望新的一年 能重新出發 3D新聞旅燕 蔡永恩花蓮採訪報導